兰妮,孙中山之子孙科的二夫人,因祖上是云南的苗王吐司,因此又被称为苗王公主,同时,她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交际花。离婚的她碰到了孙科,两人一见钟情,立法院院长孙科不顾法律,把她娶进了家门成了二夫人。 但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,两人产生矛盾,最终分道扬镳,徒为兰妮与孙科,二但在1940年,由于孙科的原配夫人,也来到了重庆,再加上兰妮想念女儿,于是告别了孙科回到了上海并开始经商,从房地厂到黄金什么都做,并与徐志摩的前妻张又宜成为好友。 不过兰妮的生意也给她带来过麻烦,战后戴利曾以汉奸嫌疑,将兰妮关进监狱,并没收了许多财产,但在孙科的斡旋下,但利将兰妮释放了。 不过此后,孙岁芬遭人绑架,兰妮凑的十万美元,才把女儿救了回来,徒为兰妮与女儿孙岁芬合影。 兰妮原名兰叶珍,辱宁逊仪,是民国名门四女之一,她1912年出生于厦门。 祖籍云南建水,祖父兰何光,世光绪末年的举人,曾在广东为官并经商,父亲兰氏勋早年曾参加同盟会,追随黄兴搞反清革命,后来赴剑桥大学深造,曾任江苏税务局局长等职,并与孙传芳换过帖,图为兰妮永装兆。 兰妮从小就聪明美丽,长相也有几分一族女子的特征,再加上家庭的管教与熏陶,使得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中西合璧的迷人味道。 兰妮交际能力非常强,以至于同伴们开玩笑,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做兰妮,一集放在哪都行,都能把大家都粘合在一起。 兰妮不以为意,反而把兰妮的谐音兰妮当作了自己的名字,图为兰妮永装兆,然而在1926年,兰世勋在与好友出门时遭到喜机,兰世勋的好友当场毕命,而她也由于惊吓等原因精神失常,从此家到中落。 1929年,母亲由于家庭的困境,咬牙将兰妮嫁给了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司长李调生之子李定国,李定国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,外表俊美,喜好京剧,看上去两人还挺般配,然而李家属于封建式的大家庭,规矩多且言,这让性格活泼,自由自由管了的兰妮非常不适应。 图为1938年兰妮在重庆,而且李家自认为有恩于兰家,因此在平日里总会流露出些优越感来,这让兰妮很压抑,而丈夫每日只顾唱戏恋声,两人之间并无共同语言,终于在1934年,兰妮提出了离婚,女方提出离婚,这事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。 两人结婚近五年,生有三女一子,长子李正样,多年后她的女儿嫁给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家辉,那就是李萌,图为1938年兰妮,孙和等在重庆。 离开李家之后,兰妮凭借着上学时积累的关系,开始出席各种社交场合,逐渐成为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。 有一天,兰妮接到闺妮陆英的电话,要她晚上去自己家参加晚宴,兰妮答应了。 这个陆英家庭也是显赫,其父陆清熙是清末两怀言运司官员,母亲是清末重臣李鸿章弟弟李运章之女。 兰妮当夜赴宴时,就遇见了孙中山之子,孙科。 图为1938年兰妮,孙科等在重庆,孙科是任立法院院长,早已结婚,但孙夫人陈淑英,因生病在澳门养病。 在认识兰妮之前,孙科正与另一个交际花严艾娟同居,孙科见到兰妮,便被她的美丽及聪明灵力所吸引。 而兰妮也为孙科身上的儒雅风度征服,很快两人关系升温。 不久兰妮就跟着孙科去了南京,成为立法院院长的基要秘书了。 图为1938年坐在别克车中的兰妮,作为立法院院长,孙科本应带头遵守一夫一妻的法令,但面对爱情,她已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1936年6月,孙科拎住各方压力,娶兰妮为二夫人,因为孙科没有同缘配离婚,因此孙科说,我是执法犯法, 最佳一等,为了表明对兰妮的真心,孙科还给兰妮,写下了一个字句,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夫人兰氏二位太太,此外绝无第三人,特此立正,交兰逊一二太太收职。 孙科图为1938年坐在别克车中的兰妮,1937年8月,兰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岁芬,事实抗战爆发,孙科忙于抗战, 至孙岁芬八岁前,都没见过父亲孙科,兰妮生下孙岁芬不久,就追随孙科从事抗日活动,她协助宋庆龄,爱波斯坦等做了很多工作,为了动员募捐,还经常亲自登台表演。 在重庆,她还结识了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士,图为兰妮女儿孙岁芬结婚时合影。 二、1948年,孙科与李宗人展开了副总统选战,兰妮起初为孙科四处奔走拉票,但李宗人的格力黄少红炮制了著名的兰妮炎料案,诋毁兰妮与孙科,最终孙科在选举中落败,面对政敌的诋毁,孙科没有替兰妮公开辩解。 反而为喜庆自己做了些动作,于是,兰妮离开了孙科,此后,兰妮去了香港,随后又去了美国,图为邓颖超接见兰妮女儿孙岁芬等人。 二、1982年秋,中央统战部邀请兰妮母女回国观光,兰妮在女儿的陪伴下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,在北京受到邓颖超等人的亲切接待。 当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孙太太时,兰妮竟激动得热烈盈眶。 1986年,邓颖超邀请兰妮母女回国参加活动,并请兰妮永远在中国定居。 1996年9月28日,兰妮在上海的家中安然去世,享年85岁。 图为邓颖超、廖城志与孙岁芬等合影。